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哪一些蔬菜有最低的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我们在讲的是净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把总碳水化合物减掉纤维 因为纤维在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血糖跟胰岛素的影响 纤维在我们身体里面没办法被分解 它是喂养肠胃里面的维生组的食物 像结肠细胞变成他们的食物 让他们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所以不用担心蔬菜会不会对我们身体有负面的影响 如果你在做生酮的话 一天大概可以吃20克的净碳水化合物左右 现在在图片里面都是以一杯的含量作为单位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在这里都是一克零点几克的一杯的含量 你如果在做生酮你可以做20克的净碳水化合物的话 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量 所以这不会阻止你减肥的效果 它提供了纤维还有营养素像维他命C叶酸 还有矿物质甲美之类的 这些都是小于二净碳水化合物一杯的含量的蔬菜 你可以看到西兰花芽苗菜 broccoli sprouts 还有豆瓣菜或者叫水菜 菠菜 romaine lettuce 罗马生菜 萝卜 这些都含很多水量 所以他们的碳水化合物就比较低 chard buk choi 小青江菜 放在牛肉面上面的那些 还有芥兰菜 0.8克 kale 1.4克 celery 1.4克 这些你要吃20杯左右 才会超过生酮里面的标准 20杯是很大量的 所以我根本也是不去算这些蔬菜 因为你要去量它 然后去算它 记录它 是很麻烦很头痛的事情 而且这些蔬菜在我们身体里面是必要的 所以真的不用去在意这些很低碳水化合物的蔬菜 再来我们看一下一杯有2到10之间的净碳水化合物的蔬菜 二里果 半颗大概有2克的净碳水化合物 我通常是吃一天一颗有时候两颗 芝麻菜 香菇 茄子 芦笋 小黄瓜 菜花 大白菜 高丽菜 高丽菜 很好如果你买德国酸菜的话 就是从高丽菜去做的发酵的一种蔬菜 含很多的益生菌还有酵母菌 白萝卜也是很低3克 囚牙 甘蓝 4克 番茄 湖南瓜 秋葵 笋子也很低 四季豆 蒟蒻面 一杯只有6克的净碳水化合物 它是一个很好代替所有面类的食品 接下来有毛豆 开始比较高了像7克的净碳水化合物 还有红萝卜 这些是中等量还是可以去食用 最后我们看一下比较高的像南瓜一杯有6.9克的净碳水化合物 潮咸11克 碗豆14 山药跟山鱼 它们盘高一点的淀粉就有14克 莲藕16 芋头24克 这些的蔬菜就要比较小心的使用 基本上绿叶的蔬菜是无限制的 你可以去食用多少你就去食用多少 还有你可以做自己的研究 你如果不知道哪一种菜含多少的净碳水化合物的话 你可以问Google或者是其他的搜索引擎 找一下你就知道每一份量的蔬菜含有多少的净碳水化合物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 拜拜